新年到來 日本的民俗活動展開 其中有下特別的傳統 是每年1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在神社前用冷水浸泡身體 以祈求一年平安 1月9日位於東京的鐵炮州道河神社里 21位民眾穿著傳統服飾 口袋口罩 準備在涉事9度的氣溫下 參加冰水沐浴活動 體驗冰浴前 人們也進行了熱身活動 口中喊著口號氣勢十足 隨後大家一起慢慢地進入裝滿冰塊 約涉事7度的冰水浴盆中 浸泡約1分鐘後起身 今年除了祈求平安外 也希望疫情能趕快結束 原自一九五五年 今年已是第六十七屆的冰水浴 敏感來自於前大祭司 朝自己撥冷水 來為當地社區人民祈福 在疫情之前 參與的人數都超過上百人 但由於目前的防疫限制 主辦單位將活動規模縮減 參與人數也大量減少